我在乎你的鸡饭卖不卖到哦 你的turnover rate多少 你出品多少 对 几块 因为一个老板看到的东西 跟他员工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我没有把我的 vision跟我的mission代表出来的话 写出来给你看 画出来给你看的话 你不知道我要往哪个方向去走 你作为一个老板 你要画饼哦 这个是一定的 可是这个饼叻 你画到是要怎样 画到实际一点的饼 你身为老板 你就要做老板 应该做东西 身为manager 你就应该做manager 你就要做东西 匠人 你就要让匠人做匠人的东西 对呀 你不要融入他们的生活 对 A员工 complain说这个老板呢 没有给他EPF 没有给他锁锁这个东西 然后他有另外一个B员工呢 就也是离开讲 老板没有给他bonus的问题 然后第三个就是 前前员工已经resign了 可是那两个还在的哦 就直接讲这个老板 在花这个东西 不同的看法啦 不同的看法 大家在没有看影片之前呢 我们有一个很小的通告 也就是ZFounder的大群呢 终于开通了 如果你今天在创业的话 记得加入咯 link在description 嘿大家好 欢迎回来到我们ZFounder的频道 我是Ivan 嘿大家好 我是Jean 欢迎回来到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呢 是由ZFounder 还有Dosoft联合赞助 Jean 今天呢 就到我讲这个话题 画饼给员工 对吗 画饼 这个东西我觉得 蛮正常的 就很多人会在小龙叔complain 我老板画饼 画太大的饼给我 但是 你自己本身是怎样看这件事 我先跟Jean分享 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要讲画饼这件故事 其实我最近有在 看到Facebook上面 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课程里面的事情 so in short 这个东西就是说 A员工complain说 这个老板呢 没有给他EPF 没有给他锁锁这个东西 然后他有另外一个B员工呢 就也是离开 讲老板没有给他bonus的问题 然后第三个就是 前前前员工 就讲这个老板 本来就很好的问题 很好我的问题 就是他觉得这个 不是问题 他觉得这个老板 就是很好的人 前前员工已经resign了 可是那两个还在的 就直接讲这个老板 在画这个东西 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看法 然后为什么我要讲这个 这个故事其实 我觉得闹到蛮大的 因为Wish is quite impressed到我 为什么 我先跟你讲一下是 我觉得在这个中间 我领悟到的东西就是 你作为一个老板 你要画饼 这个是一定的 可是这个饼 你画到是要怎样 画到实际一点的饼 就是今天 今年 你可以给他做到的事情 你不要画他 讲说 我跟你讲 你跟着我 你一定坐大车 然后你一定买大房 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发现到 有很多人会 我问你 道胜和服 或者是其他 其他企业家的老板 他们一定有画饼 给他的员工的 只是他们画的饼 是不是真的 可以吃到的饼 对 然后就这个 这边我就看到来 OK 我觉得有画饼的成分存在 Wish is画到 那个员工是吃不到的 首先我觉得可以 把这个话题 分成几个层面来聊 第一 Ivan刚才有讲 画饼是不是 应该的 是不是需要的 在一个企业里面 我是100% 是觉得是要的 为什么 因为一个老板 看到的东西 跟他员工 看到的东西 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我没有把 我的vision 跟我的mission 代表出来的话 写出来给你看 画出来给你看的话 你不知道 我要往哪个方向去走 所以呢 比如说 你看我跟Ivan 我也有画饼给他的 但是 我觉得 前一集 不是前几集吧 就是我们 分享ZFounder融资 我的结论就是 身为创始人 你要做对的东西 身为任何 为正确的东西 很多时候 你画饼给人家 你要想想 如果我今天是Ivan 我听到你 画了这个饼给我 我的想法是 是不是踏实的 我的心 是不是踏实的 我是否是觉得 可行的 这些东西 你一定要去想 不然的话 你身为一个老板 你要画 你可以去这边旅行 有一些POA成分 你可以对你的妈妈好一点 对你的家人好一点 一巴掌盖你 我跟你讲 你不要画那些饼 给我看 那是第一点 第二点 每一个 就算前小伙伴 你要去拉合伙人都好 因为我们的小伙伴 很多要找合伙人嘛 你要有 一个时间线 给你自己 比如说 你画好这个饼 你的饼 要挤酒 才可以吃到 你等十年的饼 你画什么饼 是不是 我买一样的股票 我都不用等十年啊 是不是 所以 我目前啊 我不找你们啊 但是我的 做法 是每三个月一次 就是我有分 小饼跟大饼 我不要 我的员工 或者说 我的合伙人 去judge我说 你的大饼 是否是可以achieve 我要他们 用我的成绩来去衡量 我的 画的饼出来 比如说 我讲 我要画一个很大的饼 但是 我在到达那个 目的地之前 我都有提供到小饼 就是我们都有 这些小的mouse 都达到的 你达到的 对 那这时候我有错吗 没有 没有错啊 我觉得老板 画饼是应该的 只是你的做法 是这样子做 那我们现在回去 这个话题 Ivan刚才有讲到 他觉得这个老板 画饼画得太大 可是我觉得 Gin真的讲到很好 因为真的是 I mean我看到 有思维正确的老板 他画的东西 你不会觉得 那个叫饼 你觉得那个真的是 大家可以一起做得到的 这是第一个 可是当那个老板 他本身思维是不正确的 他的内心 是保持着这样子的 一个思维 就是来 不要管他啦 我先骗他进来先 等一下啊 我叫他帮我做工作 像牛这样子 我骗他 画饼罢罢了 然后他答不答 都不管我是吗 我赚到钱就好了 我相信有很多 老板的小心思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啦 其实我不夸张 我去年做过 最对的事情 就是遇到了Ivan 因为Ivan他 真的他打开了 很多不同的思维 比如说 我以前 如果我是 100%新创思维的Gin 就是遇见Ivan之前 我的做法是 这样子 老人家进来了先 我们不要先谈 前面的问题 就先不要谈什么 小饼一大堆 要就谈大饼 直接谈大饼 然后 就会很空 然后你的员工就会 我现在想回去 为什么前几个合伙都有失败 当然 找到不对的人 这个是因素之一 但是你不能完全 blame到这个factor 你自己也是有问题 就是我自己本身有问题 你没有 做出实际的行动 你的饼 没有back up with action 就是很多人讲 你现在要投资 什么鬼东西都好 这个虚拟币 你一定要有asset back 这个是这样子的思维 做企业也是一样的 你画了饼 你有没有行动去back up 这个东西 没有 那我就觉得 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Ivan呢 他到达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很多时候 我从Ivan的身上学到 就是 我们做东西 虽然是说 要有一定的策略 新创的玩法是OK的 但是你也要有价值 你的企业也一定要有价值 你要有实在的东西 给人家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学到很多 对 那我在这边 我刚才看回去 我not 我写 为什么那天 我跟你讲 发生了那件事情 我就在晚上 我就塞了一个 很长很长的message 我送给Jean 我就讲 这故事 是ABCDEFG 发生的过程 然后我就想一个 我的领悟在哪里 然后在这边 我就看到 我一个重点 就是 我不知道 在我们线下活动 很像有讲过这个思维 就是 我们身为老板 你要分清楚 企业家 manager 艺术家的区别 讲很好 这个我是昨天 在Discord 我们的Discord channel 有跟一个小伙伴去分享 那这边可以分享下 就是 如果你今天再创业 或者你想要创业 或者想 你纯粹想要和同频的人 交流的话 你可以 Join ZFounder的Discord channel 那QR Code 我放这边 你scan了 填好表根 就可以进了 那昨天呢 为什么我会跟那个小伙伴 讲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他是开机翻当 然后他就讲 现在有一个投资者 要投我 去开另外一个机翻当 可是我怕我教会了他 他就走掉 那我就觉得说 你会有这样子的思维 是因为你不知道你要找怎样的人 有一些人是匠人 有一些人是企业家 有一些是资本家 如果你找企业家 去跟你做这件事的话 他一定是走的 因为他自己也是企业家 所以你要找匠人啊 匠人就是 我可能一辈子 我就是只要煮鸡饭吧 我要煮到全世界最好吃 所以这个字我才觉得是对的 好 这个我觉得我是看到啦 我看东西越来越像 看模式比较多啦 最近慢慢的训练自己 看模式 就是我会看他的规律 看他的模式 这么个人做这样子的决定 所以我在这边 我就看到了就是那个事情 我们讲回去讲那个事情 企业家是怎样看的 你看啦 企业家就很像金这样子 他永远跟我讲 你不能跟你讲 我们十年后我们要怎样这样 我们五年后要怎样这样 我们一年后我们要怎样这样 他是永远都在什么 他永远都在想着未来 前面 他们想着前面 他想着未来的方向 所以这个很明显 你已经 你这个是企业家 OK 希望我们editor放个企业家 然后到第二个就是manager manager 经理喔 很难分辨的其实 I mean跟企业家啦 可是经理有个好处就是 他们喔 他的职责是什么啦 然后他的 他的梦想是什么 我就是好像我自己 我本身是属于比较manager的 就在Z founder里面 我是觉得啦 我的老板正在fight着前面 就是企业家 他正在fight着前面 我喔 就是要讲 我要选择 我要让我的企业家老板 看回来现在 我们今年可以做什么 这个月可以做什么 下一个月可以做什么 你 他可能突然讲 Ivan我想要做这个 我讲 不要忘记 今年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是manager的工作 我觉得很好 然后manager他还要做什么 老板跟你讲 Ivan我跟你讲 我们明年啊 我们要做一百万 我们要做千万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 笨笨的manager 你不懂自己的职责 你就讲 跟员工讲 老板讲今天要做千万 员工明天就辞职了 他都不懂 你在做什么 讲到超级好 这个东西 对 我觉得你还要先讲 你先讲完先 我先讲完先 so这个是manager manager他就会这样子 他是connect 从老板跟员工 然后如果员工 他们是什么 员工其实不叫员工 员工他叫做艺术家 这是我很时常称的 那种one man show的老板 我通常讲 你是一个艺术家 Artisan Artisan 没有错的啊 我跟讲 现在这个是艺术家年代 因为Taylor Swift也赚很多钱 然后 为什么他们叫艺术家 他是很热爱做今天的东西 我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啊 所以我来拍YouTube啊 我是一个很喜欢啊 我没有 我就是觉得我想要分享罢了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煮鸡饭啊 我觉得那个人吃了很快 很快走 我觉得我赚到钱 我也很开心啊 为什么 他们想要的是知道我这个月会赚多少钱 我今年的EA会多少钱 就好了谢谢你 你只需要每个月固定给我这个 你不要给我知道我十年啊 二十年后要做什么啊 他们会很不开心的 他很北凯不要想这样远 他很不开心的 你会发现到哦 一个家庭里面啊 好像我跟我老公啊 我们两个很明显的 我觉得啦 就是反映回来我们家庭生活啊 我是比较企业家的 你看啊 我在Z房子我是manager 可是哦 我在我的家庭不一样 我是一个企业家 我会去跟他讲 哎 B 我问你啊 我们哦 呃 十年后我们要做 我跟你讲 我今天哦 上这个哦 我一定十年后可以带你去环游世界的 然后就讲 五年后哦 我们的孩子哦 一定可以上什么什么学校的 然后我老公就来 什么东西 还又在乱乱讲话 你知道吗 然后我老公就讲 哎呀 这个月的单还没有给 他就讲 不要过想这么多 所以 你要怎样分辨出 谁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你就要用这个方法放 那回来刚刚那个故事 就是为什么那个 那个东西发生了这么严重了 就是因为呢 老板误会以为 这两个人是经理 所以他跟他讲他的大方向 他画了一个就 他没有错的 因为这个真的是他要做的东西啊 他真的是想要这样做 可是他没有想到 原来这两个人只是个艺术家 我只想要知道我今天 我今年可不可以买到我的东西 我到底赚多少钱 这样子就好了 你不需要推我去做什么leader 你也不需要推我做manager 你也不需要推我做企业家 我觉得这样子弄到我很不开心 完全明白你的观点 所以我就觉得 哇 很多人哦 在创业的时候 还会讲 Ivan我要创业 然后我就问他 这样子你十年后 五年后 你有什么打算 我先赚到钱先哦 然后我就讲 OK 然后我就等他 一年后他赚到钱了 然后讲 这样你现在打算讲 我不要请人 怎么呢 怎么不要请人 等一下那个人学会我东西 他跑掉这样办 还是会有这样子 刚跟那个鸡饭当了一样 然后我就心想 如果你今天找的是艺术家的话 他根本都不想要 他只想要follow你的方法 你也给他赚今天的钱就好了 对啊 如果你找到企业家 他当然跑啊 你可以推位做investor 你就叫企业家做啊 你分他多一点钱啊 再来如果你需要manager的话 这样你就train一个manager 进来帮你管人啊 为什么你要管到半死 所以这个 真的是直接让我很mindblog掉 就是我以为很多人都知道 原来很多人都不知道 企业家艺术家跟manager的分别 对 讲到非常好 对 然后我在这边 我还有另外一个点啊 就是 你知道吗 马云有一个东西 我已经开始要限制GIN了 马云 怎么 跟马云还有GIN有什么 有什么共同点啊 不要管他都是男生 然后打你们 然后跟你讲 一定有那种网友 很喜欢comment这种东西 然后讲的是 他们都是企业家的battle 马云是不被允许 跟自己的底层员工聊天的 怎么会 为什么 因为马云呢 是不是很有梦想的 一个企业家 当他每次去跟他的工程师讲 我跟你讲 我们直接就这样 工程师明天讲 老板我要辞职 这是我最近realize到的 对 他们会很混乱 就是 我没有要做这样子的东西 我不要做什么 为什么你这样子过家 我觉得你在花大饼给我 不要我要快点跑 其实马云没有错 所以到最后 他的COO 就是他的manager 直接阻止了 马云再去跟低层员工讲话 所以我就发现了 我没有办法给 我开始要跟GIN讲 你不能够跟我们的 其他的员工讲话 你可以讲 可是只有up front 我给他first stage 然后第二个 stage 系统化 第三个 stage就没有他 他就永远看前面 我就雇中间 然后艺术家继续做就可以了 他拿到他要的钱 我们就很开心 对对对 我觉得Ivan这个分享 真的是非常好 其实Ivan讲的东西 我都懂 可是我懂的方法 是我自己花了很多时间 去领悟的 去才发掘到这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 我们先聊一下吧 比如说最近我跟Ivan 因为我们前几集 我们已经分享 我们拿到了pre-seed funding 那我们两个人的这个职责 是开始已经变形了 变形就是你要定型 谁做什么就做什么 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 以前就是我们互相back up 他累我back up 我累的时候他back up 就这样 现在已经不能了 你要有一个对内 一个对外 刚才想回去Ivan讲的 如果你把一个企业家 你给他跟艺术家讲话的话 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就比如说 我的editor 我们ZFounder的editor 他是超级好的editor 他帮过ATVeditor 可是他本身是比较匠人的精神 匠人就对他们的出品 有所要求的 比如说我这个frame 一定要捡到这个block 不能过线的 不能跃线的 一定要有line 全部东西都要 四四方方 要美美perfect的 我自己身为企业家 我就没有管这些东西 我只是在在乎说 我的观众看到爽不爽 他懂不懂我们在讲什么 你看得明白就好了 只要数据上没有问题 我管你讲简 可是这个东西 你跟artisan讲到 会直接来 哇 你贬低我的职业 你看不起我 你觉得我做的东西不好 对 我一拳打捏他 他会这样子讲 可是我完全没有这样子的心态 我完全没有在贬低你要做的东西 我只是想要跟你表达说 很多时候 你 比如说你是artisan 你是煮鸡饭的 你只在乎你的鸡饭好不好吃 但是我身为企业家 我在乎你的鸡饭卖不卖到 你的turnover rate多少 你出品多少 吃几块 如果你花一天煮一个鸡饭 我跟你讲 那桌子我只能买一次 那我一天只赚什么 赚十块 你明白我的问题 然后那个艺术家还是很满足 有人来吃我的鸡饭 对 而且他会讲 有人留五 star rating 可是对我企业家来说 他就讲 这个企业没有得做 所以我就觉得 Ivan分享这个东西太好了 然后第二点就是 身为企业家 前阵子有一个粉丝来问 Ivan跟Jean 你们可不可以做一集 是讲关于 怎样跟你的团队沟通的 这个东西我还没有跟Ivan讲 他在Discord有问我们 我觉得已经不用做了 因为这集已经 大概大概有讲到 首先你要先分析好 或者说分析好 你的员工到底是怎样的人 如果他是一个匠人 你就不要跟他讲什么梦想 他们不喜欢 对 他们不喜欢 他也不想知道 而且你会做到有负面的影响吧 就是很多老板觉得 我画大饼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人家全部看到 我的方向几正确 可以赚多少钱 可是人家根本没有这样子想 人家只是在想 我剪的影片 可不可以给更大的大佬看到 可以登上报纸讲 我剪很好 就这样而已 他们很enjoy 很enjoy他做他的东西 所以你身为老板 你的工作 就是我觉得 Ivan讲的很对 你身为CEO的话 你要往前看 你身为一个CEO的话 你要对内 但是我觉得身为一个老板 不管你在CEO或者CEO 你都要想 就是你要知道 你的员工要什么 你才能画相对的饼 对的东西 对 比如说有一些匠人 他觉得给他很好的大饼 就是自由 你不要来跟我讲怎样剪 你不要来跟我讲什么颜色 我觉得是这个颜色 就是这个颜色 那我身为老板 可能有一些传统企业老板讲 你可以这样 我的corporate 颜色是红色 你给我换黄色 给我换红色 你不要这样子 真的 你不要这样子 你会影响到一个 匠人的发挥 对 反而你应该 看大方向吧 如果 比如说CFounder频道 如果你剪出来的出品 数据上没有问题 观看时间还是一模一样 我理都不想理你 我讲 我根本不要跟你讲话 你就剪你的东西 做你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个 我最近才领悟到 而且我觉得Ivan讲的这个东西 真的是太好了 我觉得这边 可能会有小伙伴讲 我就一个人 我就是一个艺术家 我已经吃之处了 怎样办 然后我这边就有想到一个 我现在也是属于一个人 可是我最近有请了 一个新的小助理 所以当你是一个人 你又没有资本请人 你也没有办法像 我跟Gin找到一个 这样子好的棒的话 那你要怎么办呢 我觉得你需要换帽子 帽子asin 就是我现在啊 好像我现在在拍着YouTube 我就是一个艺术家 因为我喜欢要跟Gin一起分享 给我的粉丝 给我的小伙伴 知道现在的人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我是一个艺术家 可是 当我跟Gin私底下 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我会做这个动作 换到帽子 然后我就把Manager帽子换回来 太好了 我觉得Ivan最近真的 做到非常很好 因为你需要做什么Manager 我觉得我自己啦 我自己个人啊 不代表全部人啊 我觉得Manager 你需要handle企业家 然后你也需要 把你的艺术家的东西 系统化 handle老板是不容易的 我突然间觉得 Ivan原来很累 没有啦 不会累 我觉得是我喜欢做的东西 所以Manager 他们是不会觉得很累的 因为他们会觉得 这是我喜欢做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 最近我在Ivan的身上 看到很多不同的系统 以前我一看到这些系统 我会觉得说 不必要 为什么要这样方断 对对 我就觉得说 挑挑框框 我就会觉得说 Ivan你看我啊 我Gin嘛 我的发挥的方法是 Random 就我的灵感一来 我就可以把它发挥到极致 100% 但是前阵子 我有跟Ivan讲 这样子其实是不好的 你有up and down 那你down的时候怎样 难道你跟Ivan讲 今天不要look 今天不要吃饭 今天跟睡觉没有可能嘛 对不对 生活还是要过的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人 比如说像Ivan这样子 真的是需要帮你去系统化 这样子的话 你身为一个老板 你在外面 你对外嘛 你跟funding啊 跟企业家对接 business opportunity 你回来你的基地的时候 你才可以发现到 哇 原来Ivan打你了 那么好 大家会自动做的 全部已经自动化 然后你身为一个企业家 你会觉得 哇 这个合伙超舒服的 你不需要烦 对对 超舒服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 好的一个合伙模式 也是一个 好的老板管理的 公司的方法 就是 我觉得很多老板啊 在马来西亚 或者说其他国家 我不懂 他会觉得 从上到下 我要管完 对 从扫地的auntie 到上面的coo 我要管完的 喂 auntie你今天扫了啊你 没有没有 扫七楼 不要扫三楼 我一巴掌打你 他们很喜欢去 他就是什么东西 他都要自己说就对了 少拿你关你什么事 对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Ivan要表达的东西 就是这个 你身为老板 你就要做老板 应该做东西 身为manager 你就应该做manager 要做东西 匠人 你就要让匠人 做匠人的东西 对啊 你不要融入他们的生活 对 好像我觉得换身份吧 最近我学到是换党 你像我们建我们驾车 说要换党 所以你看啊 吓死我 我还以为他讲政治啊 不要讲政治 不是换那个党啦 我干嘛讲政治 我就心想刚才我要stop啊 不是 我是说换那个girl 加车 加车 就是来 好像我跟Gin讲 我会换掉那个帽子 我变manager 我在YouTube的话 我就换帽子 我变艺术家 然后如果我是在跟 好像有时候 我跟Gin会argue on something的 就我们会有disagreement 我们不会argue啦 我们disagreement 最近对你要不要 租office的东西 对对对 如果我是manager的话 manager是不是老板讲 你这样OK的吗 就记录下来做吧 好的 对的 你要达到这个对的 全部一起去死了 凌争对 就这样子 然后大家一起去死这样 所以我就不可以 到那个时候你要知道 你I mean like 身为一个人啦 我们不要讲只是生意 身为一个人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几时 应该要换党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换回来 我的antrepreneur帽子 我就讲 不对 这个东西 我怎样喵算 我算不到那个东西 对对对 我觉得真的是 太过好了 真的 所以我们省下很多钱 对对对 不只省下很多钱 你也 精神 身为一个企业家啦 就前阵子 我没有跟 Rescue的Gin谈嘛 我为什么 很享受 跟他谈话的过程 为什么 因为我很想 去挖一下 身为另外一个CEO 你的想法 到底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觉得 我的想法 很乱 就是 有时候我会想到这个 有时候我会想到那个 它是没有错的 它做到出效果出来了 而且还会讲 有效果 你找到方法 找到 但是是 怎样讲啊 不代表 损 损敌800 自损1000的方法 就是 到晚上的时候 你会来 哇 好累哦 没有喝一罐Dosoft 是睡不到那种 没有睡不到那种 吃入广告 对对对 要睡到更好了 可以去买Dosoft 所以就是 到晚上 我会很险 知道吗 就一整天 我做很多东西 但是我会来 很险 所以我就觉得 Ivan是对的 你很多时候 你要真的 去系统化你的思维 而且你系统化了过后 可能这一集 下一次 我们再分享 关于系统化的东西 所以我在这边 我还看到一个东西 最后一点是吗 最后一点 系统做好来 EPF跟Soxo 其实EPF 这些 我相信很多那种 中小型老板 不要讲 连我家 我的爸爸妈妈 跟我mother-in-law他们 他们是讲给EPF 你知道吗 他们是 每个月自己到 自己给的 没有 他们就是到 时间到 他就自己去 按bank transfer 给的 他们是没有 auto debit 这些东西的 然后我就问他们 为什么不会auto debit 然后他就讲 EPF是没有 auto debit的 这个function 我不知道 他们是跟我 这样子讲 这是第一个 所以你会造成了 什么东西 人为的食物 哎呀我今天 人在国外忘记了 员工是不是 恐怖你了 一定的嘛 他是艺术家的嘛 你跟他讲什么 我去国外 他才不要管你 我就跟你做工 等着一个月的薪水吧 对啊对啊 这个是人质长青吗 对啊 给我 我是艺术家 我才不要管你 我就是要管今天 罢了吗 然后第二点就是 其实你知道吗 在我们的 马来西亚 是有很多HR software 可以帮你handle 这些东西的 太好了 或者是outsource HR 然后你问他们 我会问他们 主要你不要找HR 不可以的 这些bank statement 不会给人家知道 我会心里讲 哇你很像整千万 不会给人家知道 这样值的 好奇怪哦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讲得太好 我觉得啦 身为一个企业家 这个我要自己 讲一下自己的弱点 钱我找到很紧 钱我找到很紧 为什么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 跟我会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 我们是普通家庭出来 以前没有的融资 也没有任何的成本 去开 开市任何一个企业 所以 你看钱看到很重 每一分钱 我都会算到很紧 比如说 我会跟Ivan讲 Ivan我们租了这个studio 来录制的话 我会把每一集 看成成本 而不是时间 这个其实是很累的 幸好Ivan没有 complaint我 那我现在我 得到了一个感想 或者说我领悟到的东西 就是 我宁愿Ivan去管这个东西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他限制了你的发挥 我限制了我的发挥 而且我是看不到 那个方向的 比如说 那时候Ivan讲 我们在video editing上面 其实讨论了很多次 Ivan就一直问我 一直问我 他讲 为什么你不能把它 100%sub给editor呢 你还要自己来剪short呢 你还要自己上字幕 你还要自己再剪过第二次 你有什么问题 他没有这样子跟我讲 他只是这样子跟我point out 然后我就会 用我企业家本人去跟他讲 不够好的 你知道我这个人 我虽然是企业家 但是我也是匠人 我是神一般的 神一般存在 他的copy writing 你一定有比我好咩 我的time new才是最好的 没有错 但是你可以做这个 做到极久 你会很累 对 Ivan才是对的 所以你要开始学会放手 放手了 可能数据不够好 不够好 不用紧 你在review review再把它做到更好 对啊 所以我觉得 这几真是 还蛮值得去省事 干货很多 对对对 我觉得 小伙伴应该 去多看几次吧 我觉得 那我在这边呢 差不多要做了一个结尾 我这边送一个小小的经据给大家 这是我自己想的啦 对 画饼可以 但是make sure 你的员工吃得到 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 我觉得这集影片就是 结尾在这边吧 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不懂 要怎样set这个limitation的话 就是画饼嘛 员工吃不吃得到 这个才是问题嘛 用时间来衡量 对 三个月 你不要跟我讲三个月 你一个东西也做不到 这样就 你这样子就是你的有问题哦 比如说你讲 ZFounder Pre-Seed Funding 五个月才搞定 对啊 可是我 65千不是一个人啊 对啊 我用了三个月 我就融了一边啊 然后我在三个月 我再融另外一边啊 所以你看到 我没有一张饼 至少我给了半张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你身为企业家 应该要有的思维 那好吧 对太好了 那我们这期的节目 就到这边啦 希望喜欢我们的粉丝呢 记得点赞关注加收藏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